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安 感谢神 我们又一次在这里见面 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真的在新的这个月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在主面前再立一个志向 神啊 让我们每天能够来亲近你 也能够亲近你的话 我们真的渴望能够像大卫那样 学向他 有坚定的依靠神的心 并且啊 真的是神让我们做的 我们能够顺从的去做 神不让我们做的呢 我们真的能够坚定的去抵制 主啊 真的也求主 今天也能够圣灵降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能够去爱那些 甚至我们不喜欢那些不可爱的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沙摩尔记上26章1到12节 西府人到基比亚见扫罗 说 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吉拉山藏着吗 扫罗就起身 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三千精兵下到西府的旷野 要在那里寻所大卫 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吉拉山 在道路上安营 大卫住在旷野 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 就打发人去探厅 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 大卫起来 到扫罗安营的地方 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睡卧之处 扫罗睡在资众营里 百姓安营在他周围 大卫对赫人 亚西米勒和西卢亚的儿子 约亚的兄弟 亚比塞说 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 亚比塞说 我同你下去 于是大卫和亚比塞 夜间到了百姓那里 见扫罗睡在资众营里 他的枪在头旁 插在地上 亚尼尔和百姓 睡在他周围 亚比塞对大卫说 现在神将你的仇敌 交在你手里 求你容我拿枪 将他刺透在地 一次就成 不用再刺 大卫对亚比塞说 不可害死他 有谁伸手害 耶和华的受高者 而无罪呢 大卫又说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他或被耶和华击打 或是死期到了 或是出战阵亡 我在耶和华面前 万不敢伸手害 我们一起看一下 今天的经文是 萨摩尔上 二十六章 一到十二节 我们先看一下 一到二节的经文 西福人到基比亚 见扫罗说 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 哈基拉山藏着吗 扫罗就起身 带领以色列人中 挑选的三千金兵 下到西福的旷野 要在那里寻所大卫 在前几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已经看到 扫罗追杀大卫 然后呢 大卫在一个山洞里面 曾经放过扫罗一次 那么那个时候 扫罗就说 我错了 我不应该追杀你 但是当扫罗回去之后啊 他又一次激起了 这个将杀害大卫的心 当有人来报告扫罗的时候 扫罗再次的带领 三千金兵 要来追杀大卫 我们再看一下 第七节到第八节 大卫和亚比塞夜间 到了百姓那里 见扫罗睡在支众营中 他的枪在头旁 插在地上 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 亚比塞对大卫说 现在神将你的仇敌 交在你手里 求你容我 拿枪将他刺透在地 一次就成 不用再次 这里面看到大卫再次有一个机会 可以杀死扫罗 其实对于大卫来说啊 他第一次能够这样放过扫罗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因为一方面啊 大卫需要从心里面真的饶恕 这个无缘无故要伤害和攻击他的人 另一方面对于大卫来说 扫罗的存在一直是他生命的威胁 只要扫罗还在 那么他就要不断的过这样逃亡的生活 所以大卫第一次他放过了扫罗 但是现在拥有了第二次的机会 摆在大卫的面前 并且这个时候啊 身边的人也催促他 他说 这是神把扫罗交在你的手里面 弟兄姐妹们 你认为是神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 然后让大卫可以杀死他吗 我们可以想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比方说如果你走在大马路上 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钱包 打开里面有很多的钱 你说哎呀感谢神 这是神把这笔钱交在我的手里 是这样吗 还是说你知道神期待 你把这笔钱交还给那个施主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 只是通过环境啊来判断 觉得哎有这个机会 就是神给我的这样的机会 是神让我可以做的 比这环境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那么啊大卫他宁愿选择 再次的放过扫罗 在撒末尔基上的二十四章六节里面说 大卫曾经说他说 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其实饶恕一个人一次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如果那个人 他再次的伤害你 你要饶恕他是更不容易的 所以彼得曾经问过耶稣说 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 乃是七十个七次 然后耶稣就像彼得说了 天国就好像王 像一个仆人算账的这个比喻 通过这个比喻 耶稣为了来告诉彼得 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说 神已经无数次的饶恕过我们 弟兄姐妹们 难道我们得罪神 只是一次两次吗 我们岂不是不断的得罪他 又不断的请求他的饶恕吗 所以可能真的在你身边 有一个人啊 他是不断的会得罪你的 你心里饶恕他一次 两次三次 你心里面真的很想 下手教训教训他 但是神说你要饶恕他 七十个七次 这样的话我们才是 真的是天父的儿子 我们的生命才真的彰显了 耶稣基督的形象 我们去上下看 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第十节 大卫又说 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他或被耶和华击打 或是死期到了 或是出战阵亡 我在耶和华面前 万不可伸手 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大卫他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说 自己是万不可以伤害 耶和华的受高者 即使在大卫的心中 他非常的清楚 是扫罗做错了 他知道 他自己在神面前是无辜的 也从来没有想过 要篡夺王位 或者说也没有想过 要害扫罗 只是扫罗出于嫉妒 而来击杀和追杀大卫 但是即使是这样 大卫仍然选择 一而再 再而三的饶恕了扫罗 其实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我们可以从大卫 对待扫罗的这个态度当中 可以学习到 我们应当怎样去对待那些 有错误的 或者说失败的领袖 我们知道扫罗 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 已经有错误 但是大卫仍然说 这个是神的受高者 耶和华曾经使用过他 可能神今天也会兴起你 神今天也可能会使用你 你也看到你的一些属灵的领袖 他有做的不对的 或者失败的这样的地方 那么你应该怎样来对待他呢 当我们有的时候和教会的领袖 或者和属灵的长辈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想最首先的应该要查看我们自己 先要看看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 大部分的时候呢 我相信属灵的领袖比我们更加的成熟 也比我们更加的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样子 所以我们应当先虚心的接受 然后呢用神的话语来查看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真的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没有做错 也没有与神的话语有冲突向违背的地方 而我们也真的看到根据神的话语来判断呢 我们的领袖他反而有失败或者有错误的地方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去批评他 我们应该去攻击他 我们应该去把他打倒吗 我想并不是的 因为就像大卫所说的 他说或者是耶和华击打他 或者是他的使气已到 就说应该把这样的属灵的领袖交在神的手中 这不是你的职权范围该做的事情 我们应当为这个领袖祷告 希望神能够使他悔改 希望他能够改变 我们应该把一切的审判的事交在神的手里面 其实现代社会是一个常常攻击领袖和批评领袖 不尊重权威的这样一个社会 尤其在我们在我们在华人的心中更是这样 我们常常不服从权威 服服从权柄 但是我们属灵的人应当尊重 遵守神所设立的这样的属灵的秩序 也可能你是作为一个新一代的领袖 神兴起你了 那么你应该怎样对待老一辈的领袖呢 可能因着你比较年轻 你的学历也高 你的知识也多 而你看老一辈的领袖的话 你觉得他们又迂腐 他们的想法又过时 好像又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那么你应该怎样对待他呢 我想大卫的这样的敬畏和尊重的态度 是我们应当学习和效法的 即使领袖有错误和有失败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相信神在掌权 并不是人在掌权 所以我们从今天经文看到 神同样可以帮助大卫 即使扫罗有这样的多的错误和失败 但是当大卫学会顺服 并且把这个主权完全交在神手中的时候 总有一天神会除去失败的或者错误的领袖 而兴起真正的合神心意的领袖来 弟兄姐妹们 我们真正的领导者 带领者并不是人 而是完全是出于神 但是我们因着敬畏神的缘故 我们也尊重和顺服神所设立的领袖 我想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有的态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八父感谢你 主啊谢谢你 让我今天看到大卫这样敬畏你 顺从你的态度 即使一个人伤害我很多次 我也愿意学像大卫那样 饶恕他七次 甚至七十个七次 主啊求你赐给我这样怜悯的心 顺从你的心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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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